欢迎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,并开启小铃铛,随时跟进我们的最新动态 我爱阅读,为你朗读 您好,我是可瑜 今天给大家读一个故事,叫做明明明,明明明 是德国作家约尔克舒比格写的林明亚翻译 有一个爸爸有三个儿子,三个长得一模一样 老大叫明,老二叫明明,老三叫做明明明 三个儿子常常在花园里玩 到了吃饭的时候,爸爸就会叫他们 如果是要叫三个儿子,他就会大喊明明明 后来呢,爸爸想到了比较简单的叫法 明明明 因为明明明这个名字有三个字 而且呢,包含了其他两个名字 就是明与明明 但是,有时爸爸要叫老三 三个儿子却通通跑来了 有时,他是要叫三个儿子 却只有老三跑来 更混乱的是,他叫老大明 但是老大没有反应 所以呢,爸爸只好叫两次或者是三次 那么跑来的可能就是明明 或者是明明明 爸爸不得不承认,他替儿子取的名字不好 他得重新给儿子取名字 于是,现在老大叫明日 老二呢,叫明月 老三呢,叫明白 拜拜